刚才我们所画的属于外轮廓 外轮廓就是剪影型的整体外轮廓 那么内轮廓就是与体积相关的转折 明暗交际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清涵老师 这期视频来给大家演示一个手部的示范 首先我们观察手部的外轮廓 先提取一个剪影型 大致找出它手掌和小臂的朝向 然后手部大致的形状 找几个主要的特征 然后再去找一些具体形状的特征 也就是各个手指的形状 在找手指形状的同时 也不要忽视了整体 然后我们把多余的线去一去 然后尽量留下与形状最准确 最接近的这个线条 在画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手指的形状特征 尤其是手指肚那个圆的弧度 以及关节上面的这些微妙的轮廓上 特征 由于手指的立体 我们还要注意手指关节处的这个线条的转折 有了手部整体的大致轮廓 现在呢我们加一下内轮廓 刚才我们所画的呢属于外轮廓 外轮廓就是剪有形的整体外轮廓 那么内轮廓呢 就是与体积相关的转折 明暗交界 一般在手指关节的地方 这个明暗交界会比较明显 这个时候我们在找的就是整体不受光的面 先看清光源在哪里 光从哪个地方来 那么光照不到的地方 就是暗面 一般在手指头的地方 有一个类似于球体的明暗交界 是一条圆弧形的明暗交界 因为手指头呢 它比较圆 像个球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呢 我们不仅要找暗面 同时呢还要找投影 小拇指下方 这里有一块投影 这大拇指头这里 指甲这一块呢 还有一个坡度的变化 也就是它有一块暗 一块亮 我们找到了明暗交界 然后又找到了暗面 那么接下来我们找一下灰面 再说 以上呢是对手部基本结构的一个示范 那么对手部结构 什么一些微妙造型特征的表现 源自于对它内在解剖结构的深入理解 那么本期视频呢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